好 那部長可能首先就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現在未來我們是AI世代 所以您打算要怎麼樣把AI導入我們的工部門 或者是政府機關 甚至推廣到我們的民間企業裡面呢 像我們現在的網路報稅 或者是我們現在的電子發票 其實都是我們過去數位化的結果 AI最近的使用 讓我們可以用這些資料再提供更好的服務 因為我們很多資料可以做分析 可以幫助在很多效率上提升 其實很多單位都已經在用AI幫忙 在做很多的工作 像交通的治理 像一般來講像醫療院所用AI 不管在做服務給病人的服務或做配藥 或者在做藥物的管理 各方面其實都已經在用AI 那我覺得這個在未來會有更多這樣的應用 在民間方面 我們當然是要繼續推動AI的一些產業 那推動AI產業的做法當然一個就是從新創 所以我們現在想跟利用跟國發會 國科會一些合作 那讓AI的新創能夠有不管是資金或者是在技術上能夠給他們輔導 那台灣AI產業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是有很好的硬體的基礎 那當然再加上這些軟體跟應用跟服務 事實上未來台灣這個整個的所有經濟產業是會有很好的發展 所以像您剛剛提到這個AI生態園區就有一點類似像是比如說科學園區科技園區的進階版 台灣整個島就是一個AI的一個園區 這是我的看法 那所以我們所講生態園區指的是上中下游整合 因為我們上游可能是一些剛講新創或研發基地 那中游可能就是很多它的可以這個所謂製造成產品 那當然這個硬體廠商比如說半導體 還有那些軟體廠商的位置就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下游就是我們的應用 那應用的話可以在全台灣 因為很多工廠 如果你是智慧製造行可能在中部 那你如果是像我們現在講綠能有可能在南部 那有一些屬於銀行商業的應用可能在北部 這個生態園區有一點虛擬的概念 比如說它是一個園區 它這個園區的真正上半地點可能擴及到全台灣或者到全世界 所以可能政府扮演的角色有一點類似像孵化器推手這樣子 政府其實就是我剛才講說政府就為什麼講需要有些投資 政府在不管是這個輔導或者是補助或者是投資 我們都希望說讓這個研發跟這個 因為這個很多需要很多創新能夠能夠利用政府的資源或輔導以後更進一步的發展 接下來想問部長關於打炸的問題 因為其實台灣大家很關心詐騙集團這件事到底要怎麼去打擊他們 那可以透過數位的手法或者是可能有立委提議說 書法部這邊可以跟165來進行結合那您怎麼看 書法部正在準備一個叫做打炸通報查詢網 就民眾如果收到一個訊息不是很確定這個 這是不是詐騙 他可以把訊息就PO在我們這個這個所謂的網站上 我們會用AI的方法會用一些比對資料 就是說用一些程式來很快的來判斷 你收到訊息是不是可能是詐騙 書法部這邊其實我們可以做在上游做一些 就是說資訊流的一些管理我們現在在講就是我們要有些法律的工具 那法律的工具裡面就是我們已經通過這個電子簽帳簿 那裡面有數位簽帳這個其實很重要 這個是在網路上我們可以進行所謂的市民制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有所謂的打炸專法 那剛剛在行政院通過那馬上要送到立法院 那打炸專法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可以要求至少在我們書法部所管的這個事業裡面 有包括比如說這個網路平台的廣告商 電商遊戲商跟第三方支付 他一定要落地 就是說他這邊必須要在那邊設公司 或者是要設法律代表 那這個然後再來就是說他一定要配合政府的打炸的 我們的這樣的要求 好那剛剛部長有提到說 說未來可能會要求一些平台進行落地監管的部分嘛 對那我們也想問 像比如說TikTok 就是之前好像也有因為落地監管的事情引發一些爭議 那所以部長這邊未來有打算要怎麼樣進行 這大的問題不是只有台灣才有 全世界很多民主國家都有 所以美國也在處理 那美國處理的方式就是也是要他落地 甚至要他賣掉這個在中國的股份 那變成美國公司 那如果這個事情當然我們看美國 這個應該是半年之內就會有結果了 不管你是iPhone Store或是Google Store 你上面的TikTok的那個APP 下載之後你連過去自然就是美國那一半 那美國其實在很多地方 不管是他是用這個他對媒體的這個所謂道德的這個要求 其實是蠻高的 我們就不會看到那些對兒哨 就是說那些不好的那些端影音 好 那接下來想請部長談一下 台灣未來數位發展的趨勢 台灣數位經濟的發展 這個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數法部成立的一個目的 就是讓台灣整個經濟能夠做數位轉型 然後促成數位經濟的發展 那為了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需要建一條數位經濟的高速公路 所以我們必須要整合一些地軌中軌跟同步衛星 讓我們的這個通訊就是能夠有不同層面的發展 當然你還會有微波 然後還會有是海底電燃各方面都會需要 甚至於未來可能還要發展那個所謂無人機的通訊 先有這樣的一條數位經濟高速公路 才能夠在上面發展一些刷展數位經濟 幫助產業府就是來轉型 讓他們能夠做數位經濟的發展 我們想問說您覺得台灣可以在 AI世代扮演什麼樣關鍵的角色 台灣有一個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所謂的硬體的基礎 因為現在晶片系統其實很多都在台灣做的 台灣有半導體的護火神山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變成就是很多人會想來台灣投資 因為它需要硬體 那利用這樣一個機會其實我們就可以發展AI 會有更多投資進來 就是在用台灣當AI的基地 發展AI各式各樣的應用 包括軟體包括硬體 可能會有很多AI的系統 或者是我們現在在講什麼AIPC AI Edge所謂Edge的這個computing 都可能會是變成台灣的 就是以台灣為基地 所以將來這個不是只有晶片 將來AI的系統跟AI的應用的很多的component 都可能是在台灣 就是以台灣為人才也很多是在台灣 所以台灣我認為AI會變台灣的 另外一個護火神山